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色显现为粗分的部分 以被无名喜气所污染的为是中 就是定义 第二个定义 虚假派的定义 那虚假派跟真实派 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所以有没有被 无名喜气 比如说终生的更是 有没有被 对不对 无名喜气所污染的差别 主要的他们两个的差别在这里 OK 那我们平时讲的就是说 虚假派跟真实派的差别在哪里 维世政的中意具足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两个是属于是维世中 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维世真实派 终生相续的所有的更是 不一定是错乱式 那虚假派的话 他们完全是终生相续的更是的话 一定是错乱式 为什么呢 因为终生相续具有的更是都是 被无名喜气所污染的 对不对 那真实派说不一定 对 终生的更是不一定会被 无名喜气所污染的 所以呢 不一定 那这两个是真实派跟虚假派的差别在这里 那再来这个 虚假派跟真实派这两个的差别 那我们从一个 换我比较大的方便来讲 方便来讲的话 你这样的想就可以了 真实派 他承计的就是终生相续的更是 不一定是错乱式 那虚假派的话 一定是错乱式 他错乱的原因是什么 他前面讲的 终生相续的更是都是 被无名喜气所污染 所以呢 变成一个错乱 第一个 没有被无名喜气所污染 所以呢 不一定是错乱 第二个是说 终生相续的所有的心事都是 被无名所污染的 确实是错乱 这个错的错音也是讲很好的 对不对 我们就是错乱式的话 一定要有错音嘛 没有错音 不可能说错 错也错的原因 那错音是什么 我们如前所说的 我们众生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 我们显现出来的都是 不依赖任何的心事 存在于外 那个不依赖任何的心事 在外面多多少少的 四身相维 处等等的法 存在的这样的显现出来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没有依赖心事的外在的东西 实际上存不存在 不存在的 我们这样的心事 众生的认知 众生的显现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错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认知 我们的心事都是被无名喜气所污染的 所以呢 我们的心事都是错了 所以这样的显现出来 错的时候一定会 错乱的显现出来 确实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坐高铁 比如说高铁速度比较快 对不对 那坐高铁的时候 它完全冲的时候 你看我们床边的电线杆也好 树木都是往后 往后走 显现出一个往后走的感觉 那单下的冲印是什么 冲印就是坐高铁 所以呢 让你的眼神就错了 我们一定要讲这样 确实啊 你没有坐高铁的时候 你不会路边的树木跟电线 就往后走的感觉吗 对不对 那你坐高铁的时候 完全冲速度太快的时候 所以让你的眼神就错乱了 所以你路边的这个电线杆 跟树木都是往后走的 这样的一个显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明显我们知道 这个是错 错的原因是什么 坐高铁 那我们所有的六道众生 所有的众生 一看到四身相位触法的时候 完全外寂实有 显现为外寂实有 为什么 终生的心事都是 被无名习气受污染 所以我们显现出这样的来 实际上来讲 我们如所显现的那样 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你看 一模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讲话的题目 或者我们所讲的内容 都是渗入前处的差别 对不对 另外一种是我们生活 日常生活当中 比较出品的一个具体 所以容易看穿 容易知道 对 那另外一种 我们从初来没有 今生曾经也不曾学过的 今生也没有那么经历过的 所以我们一突然听到 就是刚才我们所前面讲的 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一下子就没办法 心里就是 就承认 或者这个事真的很有道理 对不对 那我们听一听之后 所以一直内推 同理肯正 谨慎的态度来去 分析研究的时候 就逐渐的我们就可以 感觉到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心中永远的 这么多的习气 不好的念头 错乱事 他们就会逐渐的示威了 确实这样 对 OK 这两个虚假派 跟真实派的差别 就是这个意思 反复相续中 趋势限界当中 色血限为初分的部分 以被无名血气所污染的 为是中 就是他的定义 若以区分有三 为是真实派 所取能取得树派 霸轮对开派 总组无恶派 所以所以分来三种 他们各自的主张如下 一问主张 以 直取 虎的 翅膀上 至 半尾的掩饰 来直取 半尾 至实 对镜方面 偷射了 清华 色 各种不同的形象 而有静的方面 也以形象真实的方式 产生清华 特别各自 各自不同的形象 所以称它为 所取能取得树派 另外一种 所取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对镜 能取就是 了解它的心事 另外一种用法就是 游进跟对镜 对镜跟游进的 这两个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能取跟所取 一样的 那所取能取 这两个之间来讲的话 你看第一个就是 所取能取的树派 等树派 反正就是那个 他们两个的树链 进跟游进的 比如说他说 我们看到一个蝴蝶 蝴蝶的翅膀的时候 对不对 片树的蝴蝶 蝴蝶翅膀 帮纹 有很多的花花绿绿的 这样的一个帮纹 看到这样帮纹的时候 你看到所看到 对镜从它方面 投射了就是显现出 清华翅白等等的 不同的各自的颜色出现了 那有镜的方面 你知识心事方面也有 跟它等树 一样的产生这样的 颜色的话 这个叫做主张者就是 所取能取等树派 反正就是镜有多少 不同的颜色 看到它的颜色的 心事有多少 这两个平树就是平等的 有这样的程序 就是所取能取等树派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 蝴蝶翅膀 还有我们空切的云林也可以 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 你所看到的对镜 滑滑绿绿的 对不对 那个时候刚才第一个 维世真实派第一个 所取能取等树派 等树派 等就是平德的意思 树就是树量 等树派就是 它程序的你所看到的 对镜有多少 比如说一二三四个花朵的话 看到它的心事有 产生的心事有 一二三四 四个心 所以等树 刚刚好 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 看到我们蝴蝶翅板的时候 蝴蝶翅板上的磅尾 磅尾有七华翅白等等 这样的一个颜色 头色就是出现了 出现的时候 看到它的心事也有树链等树的 有缓射的话看到缓射的颜色 绿色的话看到绿色的颜色 那红色的话看到红色的颜色 反正就是镜跟尤基等数的 平德的数量 一定会 他们程序的就是 一定会平等 那镜是比较多 或者尤基比较少 尤基比较少 镜是比较多 没有这种的 所以对境有多少 就产生就多少的信事 所以呢 有这样的主张者叫做一个 索取能取等树牌 就是这个意思 OK 那这样我们就是教育 教授 刚才我们讲的 对不对 我们只是这样 我们就是选择这个学佛的置入 学佛置入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从哪里都学不到的 这样的教育真的没有的 但如果你就是天天就是 接触这样的时候 有些人我们不小心的话 你就不能珍惜的 了解吗 我们一个谚语 西藏人的谚语 很有趣的 祝拉萨的阿嬷 不会去见大教士的释迦佛像 这什么意思 祝拉萨的人 他就很近啊 大教士里面的 这个释迦的佛像 释迦牟尼佛的像 是非常历史性的 永久的 历史永久的 历史性的 以前印度国王送给那个环定 他给他 威尘公主嫁给西藏 送贞干部的时候 他所以送给他 带到西藏来 你看 历史永久的 无价的宝藏 那个珍宝 那我们价格来讲到无价的 那根本不用说他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像嘛 所以住在周遭的人旁边的人 不去见他 怪怪的嘛 所以你人不小心的话会出现这样子 了解吗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大招式的佛像是离我很近啊 不需要天天跑到那里去崇拜 所以很多看区或者是青海那里 离很远的地方的人很重视 一定要鼎礼礼拜 大礼拜拜拜到那里去见他 他们认为是这么殊胜的 这么珍贵的医生 所以见到一次就他心就比较得到了安心或者安慰 怀着这样的心态 凶滑来 所以从这么遥远的地方大礼拜到拉萨去见他 那拉萨常常坐在住的那个阿嬷不想去见他 崇拜他 所以那是这样嘛 我们就是常常有一点点 你觉得很便宜的 很简单的容易的 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你不能去珍惜的 了解吗 这是你自己吃亏的 一定要有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珍贵的 所以那这样的话对你而言之 它变成一个珍贵的 对不对 那你把它作为一个重视的对境的话 对你而言之 它变成一个重视的 那如果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你把它作为一个没有什么重要的话 对你而言是什么都没 对你而言是什么都没有什么的重要的 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确实这样 所以我们人生要有拥有的一些的福分 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对不对 真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那你这不重要或者珍不珍贵 没有当作一个标准的重要跟非重要的定义了 对不对 所以中观中讲的一切法都是 只是民意而安利的原因在这个上面 都是一个相对性的 那我们在人间来讲的话 通常我们观念当中拥有的 比如说我们说 哇 这个珍宝 非常珍贵的 那一个 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几百克拉的钻石 那我们 相对我们反复的认知来讲 大家觉得很重视 哇 很珍贵 非常的 真的非常的贵 对不对 但是相对佛跟菩萨的认知来讲的话 一块石头一般的 人的就是看法这样子 类似一种 释迦牟尼佛提到过几句话 他说 承认无我的人 对他而言 有我是存在的 一个人就是承许了有我有我 有我是存在 你这样认为的话 有我是对你而言是存在的 这是你心里做出来的 所以 纵观也是以同样的道理来 所以 一切法都是 只是明眼安利的原因在这里 这完全是合复 符合逻辑 你想想看 那我们重不重要 就是你的认知 你的看法 你觉得 这个是完全是通往佛地的指南 非常的重要的 我到现在为止 去学校 出来没有听说过的 在家里也 父母亲也出来没有讲过这种的 知识 教过 但是我选择 这个学府的路头上 遇到这么殊胜的一个政法 教育 知识 那现在我就是一定要 好好地去珍惜 不要拉分我自己的人生 而且不要虚度我自己的人生 一定要好好地学习 学完成 有这样的心态的话 那这个教育 对不对 传统也好 教育也好 文化也好 佛法教的文化也好 你把它作为一个重视 珍贵的 那对你而言是 它是一个珍贵的东西 对 一模一样 两个人 一个东西的价格上来讲的话 一个人看 就不要 你就没有什么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的话 你对它不会产生烦恼的时候 对不对 对你而言是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 你觉得 哇 难得 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东西对你而言是非常珍贵的 除了这个之外 从东西上面 没有成立了一个 标准的 真实的一个定义 好坏的 没有吗 从自己心方面去安利出来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我一定要 自己的福费要好好的珍惜 一定要实时善用自己的智力 对啊 千万不要就是 闲置不用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智慧就越 会越来越退步的 那外在的东西 这种的几百颗辣的钻石的话 我刚才如前所说的 不一定 改变将来 这个钻石 没有什么价格的 了解吗 一代一代 这种的改变的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现代化学家 他们画画出来的 这种的东西 艺术 对不对 应该是一百年前 一毛钱的 人家 给人家就 不要的 垃圾 而现在就 无数的价值 价格 时代变化 就是根据 所有的东西都是 人的心态 就是转变 对不对 而现在现代的画来讲的话 现代就是 艺术品 这种的画画 真的是你 出了这价格上来 去看的时候 我好奇了 不然我们眼睛看 也看不出来 任何的 好的东西 怪怪的 对不对 应该是不需要 画学家画的 所以我也会画这样 对吧 人就是去你的心 透露了这个理念 你把它作为一个 真实 好的 珍贵的话 它就对你而言是 好的 所以现代现代 变化就外在的东西 更的就会变化的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的 新就是一个随着 时代的改变 所以就是本来高贵无价的 珍宝也是会流于世俗化了 这个内藏的东西是不定性的 一方面来讲无常的体系当然是不定性的 这不只是无常的变化而已 这是我觉得价格也是人烟造出来的 它的好坏都是人烟造出来的 原因在这里 不一定 每一代 每一代 每一个时代的 它的价格 有挣扎跟 还有视为 有这样的情况 原因是 它就是一个 都是我们人造 人的涅造出来的 原因在这个上面 永远都是一个 价格不会 所以以前都怎么样 到目前都是很珍贵的一个 东西是什么 有没有善的部分 对不对 如果我们心中有一个善的部分的话 它永远都是 如意随喜地 平伴我们 对不对 不离不弃 永远都是陪着我们 那走往 近身的路途 或者生生世世 它可以帮助我们 这是最珍贵的 善的部分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 刚才我们所讲的 几百克拉的钻石也好 你今生停机起来了 这么多的一个商品 或者是东西 这都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东西 不要那么去在意的 不要那么 不需要那么的在意 不要那么 那个过度的去执着 那这样的反效会太多了 人家有了什么 你必须要有的 那这样的话 你的实力跟 还有这个变化是 完全是不平得的时候 那带动了给我们 一个不好的情绪了 产生了很多的烦恼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 要了解的东西是 真正的珍贵是什么 对不对 OK 没有变化性的 有史以来 相对众生来讲 永远都是好的一个部分 是什么 善的部分 善的习气 这个都是对众生来讲的话 生生世世都 有很大的 极大的帮助了 那我们多多少少 承办的部分 就是善的部分 所以释迦牟尔佛提到说 诸位莫作 终上奉行 终上奉行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一般认为是 这个是唯不足道德的 很小的 善 不需要去做 不是这样 它虽然是唯小的 唯不足道德的一个善的 但是它也是善 所以将能产生 悦意结果的一个因素 我一定要积累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 才能你的修行 就是会顺利完成 OK 那今天因为世界的关心 讲到这里 OK 护持专户 赵峰国际商业银行 南台北分行 账号 030-0901-5770 护名 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 加入藏研会 个员会员每个月100元 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 Email ttb-tvoffice at gmail.com 愿世界看见佛法 窝密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